你好, 早安 早安 哦.... 哈囉... 菲菲, 晚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午安, 晚安 我是佩文的前輩 我在那邊看到... 聽到歐童勳這樣介紹我真的快笑死 早安 刘好像好厚哦 这样看起来 好哟挂着 上班加油 晚安 午安 早安 早安 接小安的梦犯烟火 哇 哇 谢谢了谢谢了 诶这真情告白为什么长这样 是不是不用 哦那千万不要加油 确实 希望希望小安今天这个上 今天上的班可以非常的悠闲自在 然后有很多话 手机看直播的时间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要先准备日节 还是唱歌哦 我们相信日节要用硬实力啦 小安对啊 你臭点臭点 真的臭点好不好 最好是整个上班时间 全部都可以滑手机那样 都可以跟护理师聊天 这样 下午好 哈啰 哈啰 大家 真的是去散步的 我们我们慢慢上 我们慢慢上 不轻不轻 太轻不行 现在 现在确实不能再轻了 最近的身体不适合轻 所以我决定直接放弃 没有 只是说说而已 心情上不要太在意 但是就是考试当年还是认真 我跟你们说就是模拟考题数 少起来真的轻松很多 就是我觉得日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在听力的时候 听到后面会很想撞墙 因为太长 就是专注力没办法持续这么久 但是模拟考很短 模拟考好像只有可能16题左右 然后你就会觉得 啊 再蹭一下下就要结束了 就会觉得很轻松 所以我觉得 模拟考考完蛮 蛮 觉得还蛮简单 但我觉得正式应该 没有办法 健送被妹妹大叫哥吓跑了 干嘛吓跑 日本人否定都在最后面 就是要听到最后 而且基本上日节听力都会问你最后的东西 就是你前面听的都是 都都是白听白搭 谢谢六路的麻辣烫 诶不是麻辣烫是诶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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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对啊天宇现在学到了 天宇之前被叫完之后都会 很害羞的跑掉 他现在学会叫回来了 越来越油腻了哦 不是都会问不相关的东西吗 你说 すい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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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一个吗 好 中午好 吃午 还没吃午餐 为什么我 因为我平常没有打开我的YouTube 打算吃啥 要对吸 就是抽烟的那个 すいません 就是不好意思嘛 然后或者是すいません 也有可能是不抽 我不抽 然后すいます 可以是我会抽 这样子 然后也有可能 有人也会 就是日 有点像是抽烟吗 然后也有可能是 就是你习惯之后 就会不用 麻嘛 就是讲中文也是抽烟 这样就一个问号 所以すいます 也是 抽烟吗 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抽 跟抽烟吗 的意思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 我不抽 不好意思我抽 不好意思那我抽咯 不好意思你抽吗 不好意思我不抽 不好意思你不抽吗 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很复杂 すい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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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气的重要 不会日剪也没有到 会考到这种程度 你爱抽不抽 好久不见 起 中午好啊 嗨哟 为什么园公馆 正常公演都可以 憨憨笑到底 就是 就是感觉你 从这一开始就一路憨笑到结束了 连剑送的时候也 耶 这个时间只能凑个根拨了 没关系 该面认真上班 小心被抽 谢谢肥像的红眉乖 乙母笑 哦我今天的刘海真的很厚耶 你是不是刚睡醒 他现在长得很呆 算了 就是自从这一次设计师 就是这个绳子剪 剪完之后我就 真的很呆 我快气死 怎么办才好 有感觉到 他真的是 他剪很厚 你看你看 这样很像香菇头耶 星期日的包包头 牛奶泡手 牛奶泡手 这样的手会比较嫩是不是 那糟糕 我是不是应该也要用牛奶泡手 然后我泡完之后可以拿来喝 因为我喜欢喝牛奶糖 好 好饿哦 老板和设计师吗 老板和设计师吗 就是老板这一次算是被谋杀 哈哈哈哈 够暖了 没有哦 虽然我的手没有到很粗糙 但也没有到嫩嫩 我妈都会呛我 她都说 就是她觉得 她就说 你要老一辈嘛 都会用一些比较 刻板印象的言论 她就说 你个手 再不插护手 雙后谁要摸 这样 你不摸她们要 有钱人 手指在脱皮 最近变天 好像很严重 而且最近很热 就是 有一些皮肤 就是会很干裂之类的 对啊 还要还要花钱摸 你很麻烦 你很麻烦了 我们要 你看吧 在呛我吧 你看我就说 以前这个老妈妈的担心 现在都不用担心好吗 我要我还想被巴掌拍死 先不要拍死好不好 庆生的时候就可以了 拍在你脸上 我家毛妈真的是老妈妈了 她总是会担心一些不用担心的 通常这就是一个老妈妈的症状 Lichu 其实Lichu指定我的时候 我还想说 其实我基本没有怎么见过你 对吧 面妈要不要来握手会摸一下你女儿的手 哦 面妈倒是参与了这么多的表演演出活动 是没有参加过我手会耶 真的 合照 什么合照 真的吗 公演哪一天的发型 重点是 其实我没有想过 包包头 大家这么 反应的很激烈 哦 我有啊 我这周才跟妈妈握手 我还有抱抱她 在我赖床的时候 因为她要叫我起床 我不要 算是新粉 今年三月第一次来看公演 诶 诶 可是因为你是雷吉粉 对不对 雷吉跟我通常是不是不同 不同的场 礼拜六晚上那是双马尾 是低双 对吧 直播前今天没有报道 我要ban人了 我可以ban人吗 所以就是 刚好今天情绪很不稳定 可以直接 直接ban掉吧 真的假的 这么随便吗 没有我通常 忍耐度蛮高的 我通常忍耐度蛮高的 真的真的 没事没事 等她 再做一些出格的言论 我再把它ban掉 但刚好这几场 但我做到面 真的假的 好开心 Lichu这就是命中注定 忍着伤身啊 是她的不幸 好开心哦 刚好这几场 接下来呢 就是 如果 如果 7月目前应该也是预定 是全餐啦 所以Lichu如果要来看Legge的话 也会顺便看到我 辛苦的上周 结束了 结束了 六月公演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7月 7月 欸 7月除了公演以外 目前有什么吗 好哟 谢谢饭傻 哈 所有的饭傻都是 就是都要当自己的 有人一直问我说 那个好喜欢你是对他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你 就是对你 哈哈哈 啊 生日会 7月公演本周五售票哦 哦 来自马来西亚你好 RW10吗 是只能说来自不能说的 呃 哦 你们现在都说247是724是吧 八单开始宣传了吗 还没有确切时间不能宣传啦 啊 对对对 那个 有我们7月27号 7加8月的生日会 然后 7加8月 然后 潘姿迪是单独对不对 Rex Rex你好 初次见面 我今天喉咙有点哑哑的 因为在下午直播 刚睡醒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家 潘姿迪的生日会 这次是可爱的 哦 Mina的卖完了 呃 好 大家 八单的名称是什么 呃 八单就是指我们的第八张单曲 然后 昨天晚上六点已经发布 就是这个讯息了 那我们的第八张单曲呢 是TP的原创单曲 那你可能会问原创单曲是什么 原创单曲就是 呃 我们 其实 TimTP呢 就是AKB48旗下的一个姐妹团 那之前很多都是从 AKB48本团出过的曲子 然后我们会买来翻译成中文 然后可能会做一些编曲上面的小小的差别 但是我们之前出的全部都是 呃 AKB48出过的歌曲 那只有一张单曲是原创 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叫做一秒一秒约好 那这次新的歌曲呢 也是原创 那就是大家都没有听过的歌曲 那这次的歌名呢 其实叫做 247Shining 但是我因为很复杂 我们平常都叫247 我也不确定最后会怎么样叫 就是怎么样让你们发音 但是这个24 然后一个 一个斜杠7 很多人会问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这个就是最近在国外也很红的 叫做24hours 7days 就是24小时7天 等于整整一个礼拜的意思 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ShiningShining 所以我们自己是喊247Shining 但是就是大家现在打对就好了 本团有没有可能唱子团的原创歌曲 没有耶 哈哈 应该是没有可能 本团基本上呢 因为他们自己也会一直出新的歌曲 所以就不太会去做别人的原创的翻唱 不给周修队 因为我们是无休止的闪亮 无止境的闪亮闪亮 对 其实 24hours7 这个词 蛮多团体使用的 像是很多韩团也有做过这种歌曲 因为 其实这个是在国外很红的一句话 24hours7days 所以你们自己去查 应该这件事情已经 就已经流行很久了 但台湾好像比较 台湾比较少用到这个词汇 但如果你平常有在接触 国外的文章 或者是国外的什么 一些社群网站的话 应该很习惯 对对对对对 有 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其他团体 也有出过类似歌名的歌曲 都念24期 但有人念27 但听说是24期 有人说24hours7days 但也有人念成24hours7 也有人说是24期 但我猜最后的正确 最后的正确念法 应该是24hours7 shiny 因为歌词内呢 就是有24hours7 也可以 就是大家 但是如果大家 那个 英文念的很饶舌的话 其实念 其实念中文也可以啦 好不好 但就打字 现在不可以打错喔 因为 单曲前期 单曲名称 要一直打对才行 但是因为 我知道有那个 有一个横杠 让大家 会很难念 会很难在那个 IG上面hashtag 但没关系 我们前期 必须要把歌名打对 大家就是帮我们 24 24 然后斜杠7 shiny之后 再hashtag 一个247shiny 怎么样 谢谢Jacky 开灯了 果然是每个月有努力当成餐仔 让live有看见你的努力 七分之 不是七分之二四 他的意义不一样 没错没错 247shiny sh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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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 对 tag也是撞造出来的 所以大家帮我们打247shiny 跟24横杠7 shiny 有人会进来 什么有人会进来 快点宣传 好好好 我快点宣传 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人进来 有吗 247是密码吗 欢迎大家进来抢今天的红包 那大家好 我是很少在下午开播的主播 我是来自AKB48 听TP的蔡雅恩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团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KB48呢 是一个日本的女子偶像团体 那我们是长期在台北演出的姐妹团 叫做 TeamTP 就是Team Taipei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要出第八张单曲了 其实我们已经成立六年了 但是我们现在出到了第八张歌曲 那接下来这张歌曲呢 是我们TP的原创歌曲 叫做247shiny 但是目前呢 还没有音源上线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那如果有兴趣 好奇现在的台湾女团 到底在做什么的话 欢迎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日常 AKB48 TeamTP的官方IG 官方Youtube 也可以追踪我们个人成员的IG喔 谢谢大家 好久我没有听到自我介绍 偷偷看一下 欢迎大家追踪 我的IG是 CHUNANA底下AKB48 TeamTP CHUNANA 大家也可以追踪我面面 挺肚肚子跳 好呀 里头 里头补习加油 哇 专业宣传 没错 这六年了 宣传肯定是要流利的吧 欢迎大家 247腰带 247腰带是什么 糟糕了 现在反而是我跟不上吗 247 SHINING 我原本还想说会不会只叫247 就是歌名之类的 247 SHINING挺好的 就是希望大家一周每一天 全年无休跟我们一起 SHINING SHINING 上班加油 張雨昌糟糕了 这个深深的体会到色畜 大家现在都已经是色畜了 之前呢就是我平日暑假开始放假之后啊 就是跟朋友约下午之类的 就很随便就可以约到 结果殊不知现在只能约到李采杰 哈哈哈哈 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上班了 就是我的同届生都已经开始上班了 然后 所以他们都说抱歉抱歉 现在是色畜了 只能约什么平日晚上 或者是说假日 然后又常说啊 我这样平日下午 好无聊喔 嗯 九蛋你可以去问好言娱乐 也可以去问刘晓晴 李采杰是都不用上课吗 开始放假了 暑假了 暑假了 对他还是有报告 欸其实我也有好不好 但好像不算色畜吗 但好像算是色畜 可是我们忙的时间都是假日 所以严格来说就是我们会没有朋友 哈哈哈哈 真的我跟你说 最近我朋友就是在约 密斯桥托 然后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从这里带一点美女过去 然后我就想了想 李采杰好了 哈哈哈 李采杰感觉比较会愿意为了就是 出来玩乐 然后把时间压缩 欸我真的不知道欸 我们团体 就已毕业的可以 有没有一人一道 愿意跟其他朋友玩密斯桥托的 对啊你知道他 他昨天半夜也在跟我哭报告 他又说 因为他觉得放暑假了 可是为什么还有 好像还有三到四份报告 偶像不算色畜 呃 偶像算色畜 我觉得因为他没有自由 他并没有自由 李梦醇可以吗 但是密斯桥托需要脑子 哈哈哈 其实李梦醇蛮聪明的说真的 但是 因为我平常没有跟李梦醇玩在一起 我们比较算是不同挂的 李梦醇 李梦醇玩的 玩的风格比较跟我不一样 也是可以去跃跃看 但是 不知道 首先我先问了李梦醇 游戏类啊 哈哈哈 人家 哎 拜托他游戏超强的 我是说 不是这种游戏 密斯桥托是不同款游戏 好不好 就是他这个网记 网路上的游戏类超强 我之前吃鸡的时候 都是被他带飞 而且他都是爆人家头 超强 分数超高 他拿把枪跟你去就很厉害了 他拜托啊 他可能是桃桃欸 桃桃子 想玩密室 我们最近终于揪到了一款 我已经说了三年想要玩的密室 毕业生有空爱玩的好像也不多 我在想我应该去问王一佳 但不知道王一佳这么忙 只要还有去日本找配合玩 日本的密室逃脱 要求我 我连提示都看不懂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嗯 他跟我说要往哪里走 哈哈哈 谢谢菲菲娃娃的小兵 Level 7 其实我们 就是这一波 现在在日本的那一群毕业生们 之前我们也很常去玩密室逃脱 西西加油 拜拜 一佳已经躲在树下了 一佳真的太辛苦 一佳现在超级忙 欸 合肺料四手五路也是一种电竞妹啊 哈哈哈 我去玩过英文的真的不行 不行啦 真的中文的都不一定会过了 还去玩别国语言的 真的是要数 我是绝对不会这样逼数自己的 哈啰 哈啰哇 娜拉的帅哥秘书 嘿 好期待 但是说真的就是 现在你们知道密室逃脱也蛮贵的 所以 我一个月现在玩得起一场 密室逃脱就要偷笑了 哈啰 哈啰 何菲要玩密室吗 叫厂厂来玩 哦 我可以约厂厂 但我不要约何菲 可以吗 我只想要赏心悦目 哦 又来那个小石榜大乐透了 诶48有人选了 诶没有 那我就选48了 蔡雅恩本轮大乐透选号 48 你在 no game no life啦 何菲要加油 诶言哥还说 你已经算是很多 人生生命组的典范了 好不好 人生可以过这么幽默的不多 哈哈哈 糟糕对不起 今天好像太强了 我收敛一下 我收敛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中了会分 中了会分 48 幸运号码 soba 玩其他语言 可能会卡在第一个房间 我English是姑姑啊 但我就只先姑姑这两个词 就 还只有一个 还只有一个 惨 一个词 今天很呛是吧 请继续 真的吗 蛮多人的人生都很幽默啊 幽默跟玩笑是不一样的 幽默是幽默 啊人生像joke 就是joke 好不好 soba 对啊48是soba 就是 不是saba s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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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小丑 原来小丑 竟是我自己 来 满 果然AKB所有容易潜到枪了 就差点就AK47嘛 AK48 我的人生是笑话 全台北最好玩的就是我的感情 真的吗 我有玩弄你的感情吗 我每個月都有好好的 都有好好的釣你兩下 我的鼻子掉了 誒 這是誰的紅鼻子啊 是你的嗎 我幫你種回去 對啊 X47 我們撿到牆 全團撿到牆 我的鼻子在日本國際上 天啊 大家 大家 誒我很生氣 很多人去華山買吉卡嗎 是不是 我看到了 很多人report跟我說去吉卡 我跟妳說華山快場店真的很騙錢好不好 大家不要 0.4 0.4 0.4的匯率不要再去了 等我 等我幫幫大家代購好不好 我看到那個0.4我就很痛哭 快點去找代購 不要去那個0.4 我那天 我那天不是比較晚到嗎 就是禮拜 禮拜六 禮拜日我趕場嘛 然後 我去 我去公演的時候 然後 我在舞美外面 就看到有好多人 拎著那個超大啪啪蛙 然後我想說 是 是新台幣在尖叫的聲音 不要再買了 好痛苦 哇沙比紅茶今天有當那個嗎 新手小偷嗎 不能出國的話 可以找代購啊 我看看代購那邊有沒有買大隻的 如果買大隻的那一隻 其實日本國內運費就已經很貴了 因為他 他不能跟其他一起寄 所以日本國內運費大概是1145日幣 然後再加上台灣運費的話 他只能寄 郵寄 要買之前要看看錢包 除非面膠 如果你可以遇到代購願意面膠的話 就會比較損 因為如果要 要郵寄的話好像 台灣的運費是80塊左右吧 80到100 要買之前 就是 物色一下 現在已經六月底囉 月底大家應該是 比較入不入出 面面膠可以面膠嗎 嗯 我可以 我可以 我想想 我拜託 壁如姐拿給你 壁如姐會站在場外 可以嗎 你自己 他會很臭臉的 跟你面膠 哈哈 不能走賣貨便 因為 那個 那隻趴蛙超過了台灣便利商店的大小 握手會面膠 邊握手邊膠印 我要從下面拿那個商品起來 欸不好意思 我對一下Lichu對不對 有一個趴蛙 然後一個雞咖蛙睡衣拍對的吊飾 哈哈 面膠算你0.28喔 不行啊 如果是跟我面膠的話 要算個0.38 哈哈 叫他幫我壓縮一下 那要先抽一下真空喔 你們家的那個 你們家的吉一或小八臉上會有 喔 你是無殺機的 你們家的兔兔臉上會有皺紋 老人 老人文 你好 請問你手機摸三碼是多少 要是要載具嗎 還是對 嚴格啊算是比0.4便宜啦 大家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快閃電了 看到大家去快閃電花錢 我就覺得好痛苦 大家不要把新台幣這樣花 大支的很便宜耶 1100 你是說在快閃電買1100嗎 快閃電如果買1100的話 滿便宜的耶 不用跟代購買 因為代購買起來最低應該也是要1200左右 除非有一些佛心代購是人體帶回來 如果他們不是用寄送回來的話 省了國際運費的話 喔 那可以 那可以 在台灣買可以 趴蛙在台灣買可以 OKOK 除了這個以外都不行 該花了該花了 這個允許你們去買 大支的趴蛙如果找代購的話 只有找人體運回來的才會在1000億內 大的台灣買小的找代購 呃對 因為他本來官網就只有賣小巴兔兔跟幾口啊 其他的都貴 尤其是順利派對最近官網補貨好嗎 大家 之前我有看安鳩還教學說 可以從日本官網直接訂回來 但是日本的國際運費真的很貴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找親朋好友一起訂 我 就是你們知道中國的淘寶買 買久了之後就會 就會被日本的運費嚇爛 真的嚇爛耶 完全不一樣 啊 有 我們有一個粉絲 對不起我還是忘記他的名字了 我每次都叫他哈吉娃勒 他上一次有在直播冒過泡泡 但沒關係 他還沒有說他是醬油 所以我應該不用記得他的名字 有人還記得他的名字嗎 大維 欸 他上次有跟我自我介紹過 但我原來只叫他小巴 我這一次見送我還是只叫他小巴 對不起 Sorry Sorry 那個是 他那個其實也不是磁吸吧 他那個是用假的 就是我也有一隻 但我的不是雞靠啊 我生得出來嗎 他在哪 小可 小可你在哪裡 小可好像被我收在櫃子裡 但是一時之間可能 小可小可 小可你在哪 嗯 嗯 嗯 在在某一個 在某一個家城裡吧 可能 好我一時之間拿不出來 大家也是別逼我了 哈哈 他是可以夾在肩膀上面這樣 說不定你記得他就會變醬油了 唉 我的腦力有限 我會努力 我好像被蚊子叮了耶 我的腳 但我一時找不到 有 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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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在哪裡 欸 我沒有放桌上嗎 我最喜歡把東西亂丟到桌上 居然沒有 是過敏嗎 我的腳腫了一粒 來吧 算了 蔡康永 蔡康...欸 玩個隻狗狗也知道蔡康永嗎 那個買不到了 什麼買不到了 哪一個什麼買不到 昨天是在整理房間嗎 沒有 昨天是在基隆家 我昨天回基隆了 所以昨天是整理了基隆的家裡的房間 小可 喔對小可買不到了 他一定在啦 我只是一時間找不到而已 香港也有播 康熙來了 他們一直說康熙來了 要再播耶 但我覺得就是 不同時...不同時代了 現在腳本可能也不如之前好笑 但我還是很期待 挖出古董 順便秤一下 喔真的 我真的是秤家裡的飯 我真的覺得基隆比較好吃 基隆比起台北真是好吃到爆炸 就是那天我回去 然後跟我媽媽一起吃了基隆的自助餐 超好吃的瘋掉 我來不及吃熱潮 因為我馬上就回來台北了 基隆真的很好吃 我跟妳說 最近呢是筍子的季節 因為雨後春筍 最近現在已經夏季了 已經是... 就是筍子越甜的時候 然後那... 就我昨天跟我媽吃自助餐 那個筍子超級好吃 就是... 不吃這個筍絲 是我的筍絲耶 的那一種 然後我媽說 因為她是我的粉絲 所以買了我的筍絲 我吃了就沒有筍絲 熱潮店... 熱潮店的話 基隆有一家 叫三姊妹的熱潮 蠻好吃的 之前久違吃的紅豆粉 紅豆粉是真的很好吃 真的真的很好吃 喔天啊 巧琳這個名字 巧琳小姐妳好 那巧琳是我的... 是我有PTSD的名字 我國中的時候 啊... 我的PTSD 又好想吃藝美 我也好想吃藝美喔 夏天 沒到夏天我要吃藝美 吃藝美 一來就聽到冷笑話 麵媽...對 麵媽來了一個落口鈴 我國中的時候被巧琳欺負過 所以我現在很害怕巧琳這個名字 你有PTSD的東西跟名字爭奪 真的假的 那你看我的人生 是不是非常的坑坑斑斑 但我的PTSD 也是沒有什麼表現給你們看吧 欸真的超級有PTSD的 陰影很大 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事情 就是天天 天天想著要不要 要不要變條碼 巧琳很猜是草民嗎 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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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中就遇過一個 而已 PTSD是屋眉三頂的位子 小提琴家 沒錯 那段時間是人生最灰暗的時期 你這樣我不會幫你刷喔 欸 小心小心我跟你吵架不幫你刷條碼喔 你的載具 載具在哪裡 載具在這裡 巧琳是我的英文老師 喔 是不是 巧琳這個名字都在教英文 欸 我們那個班導 對不起我真的對他很有PTSD 導致 我有點忘記他是教什麼的 但我好餓喔 我想吃東西 如果在直播的時候吃洋芋片 是不是很過分 我打算待會直播結束之後要去找晚餐 沒遇過巧琳欸 吃吧 那我要開始吃囉 聲波 洋芋片 欸 好讚喔 綿羊不喜歡到便衣商店 因為那裡有太多的洋芋片 我不是藝人我是病人 我覺得 這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樂士的海苔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然後另外一個是原味的 然後 如果是厚片的話我喜歡博德多 跟那個 辣的那個 卡拉姆酒 大家你們知道 這種 就是這種包裝的跟盒裝的 包裝的比較好吃嗎 我覺得盒裝的很不好吃欸 就是 就是洋芋片啊 那個啊 欸 我剛剛沒有講到蚵仔煎嗎 我覺得蚵仔煎超好吃的 不是播的多嗎 他不是 他不就是播的多嗎 我這個超好吃 我之前有一陣子 有那種 嗯 就我有一陣子有購物癖 就是有點失控的那種 然後 我有買過整箱的波德多 因為會送悠悠卡 我小時候真的是重傷 國中時期 然後他真的有出薄片 沒有被媽媽制止 制止什麼 吃洋芋片嗎 哇塞皮紅糖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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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整箱 因為他不知道啊 可是奇奇瓜瓜的味道都沒有原 就是他原本的經典好吃 糟糕了 拿著洋芋片 做人家生日快樂好像很奇怪 哇塞皮紅茶生日快樂 啊 解鎖公演當天看 啊不是 生日當天看公演 在想說 欸我們這一次有敲桌生日當天看公演的人 神火牛排 辣味的蚵仔針跟原味差不多 啊 攝影攝影來了 攝影來了 我現在只能拿著洋芋片 祝大家生日快樂怎麼辦 公演當天看生日 公演當天當壽星 我覺得 卡拉木酒的辣味是我吃過目前最好吃的洋芋片 就是辣的部分 而且就是 我不是有朋友現在在 就是現在都在日本長期居住嗎 然後前陣子我 我朋友的媽媽去找他 然後就帶了一整包的卡拉木酒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那種家庭派對包 然後就想說不行欸 我要是去日本住的話 我還想要就是 我還想要就是 我還想要就是送來滷肉飯啊 然後就是 什麼 紅豆坊的 蕎麥意麵啊 然後 樂士一整香啊 之類的 因為 我覺得日本的洋芋片跟台灣還是不一樣 雖然林芋欣說 日本洋芋片比較好吃 但我覺得我已經就是 已經被台灣養育長大 導致我還是喜歡台灣的味道 吉星口味 好像吃過欸 好像吃過 可以接受 整香的鮮魚相思 品寒也是 大約平衡 時不時會回來台灣吃點東西 再回去 真的我覺得 就是我們老師就說出去留學的這段時間啊 就是什麼都容易改變 因為 你的作息啊 你的生活習慣 然後跟你的 語言 因為你常用的語言 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用不同語言嘛 你很快就會 有點習慣那邊的對話 可是 有一個絕對是改不了的 就是口味 就是因為 吃 吃東西 這種東西 是你從小就已經習慣了 你的身體沒有辦法 讓你 就是基本上你不會習慣你心呆的這個地方 通常你會很懷念很懷念小時候的味道 嗯 小琴也是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耶 而且 但是其實我發現 學語言真的這樣 因為 因為後來有點像反射 像我這一次 模擬考在聽日聽 然後你們知道 檢定的 音聽 音聽檢定會講兩次 但日聽檢定只會講一次 然後 你沒有時間把它換成中文 然後我就發現 我現在有這個能力是 它如果沒有講到太難的東西的話 我聽到了 當下我可以 我就可以直接 不用變成中文的去反應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樣就 這樣就有加快思考的速度 因為很多人學語言的話 你會 聽到之後再把它換成本來自己習慣的語言 那樣子會慢很多 拉麵再好吃 我還是想吃相扣的臭豆腐 真的 真的 我真的覺得臭豆腐很好吃 然後我之前不是就有說過 就是我跟日本老師講說 為什麼日本人 就是我的日本朋友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是問他們要不要吃臭豆腐 因為你的 你的內容跟我的 就是在聊的內容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不會理你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就跟他聊說 為什麼日本人來台灣 我推薦臭豆腐他們都不吃 然後他就說 我教你一招 你要跟他講說 這是炸豆腐 不可以講他是臭豆腐 你就說這是炸的豆腐 很好吃 你吃吃看 然後吃完之後再跟他講說 是臭豆腐 他就會 沒有帶著成健去吃它 但是我記得我之前 經過基隆廟口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是推薦我的日本朋友 要吃滷的那種 但是滷的太臭了 所以導致他經過的時候 他就說他真的不行 他真的不行 炸的還好吧 沒有很臭 可是我真的覺得要夠臭 我原本說三合夜市有一家臭豆腐超好吃 我之前有興趣了一趟三合夜市 在大橋頭那邊 有一家炸的臭豆腐真的很好吃 然後他家的 那個叫什麼 米粉 不是米粉 米刷國的中文是什麼 麵 麵 餡羹 麵餡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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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麵餡羹 麵餡羹 就是那個 他們家的米刷國 麵餡也很好吃 可是我真的覺得超好吃 然後那天我就問說 我就問那個日本老師說 就是 我雖然真的很喜歡日本 然後也竭盡所能的 想要去嘗試一些日本的東西 但是那豆我真的不行 就是那豆我真的不敢吃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 來到台灣你喜歡臭豆腐嗎 他說他超愛 他說他第一次吃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愛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炸的跟滷的哪一個好吃 他說他覺得豆很好吃 他說滷的更有味道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我第一個遇到日本人 吃臭豆腐的耶 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那豆雖然沒有到臭 但是味道苦苦的耶 吃不懂 我覺得 那豆很 他的牽絲感 讓我一直想到 彈 對不起 就是跟秋葵 秋葵也是 秋葵就是吃起來 秋葵你叫我吃 我可以接受 但你叫我吃整碗 我就不能接受 謝謝哇沙比紅茶 但我真的覺得那豆吃起來很像坦耶 味道也不怎麼好吃 然後轉轉轉還很夠 你們還記得我有一次去代班那個嗎 SoNet的主持 然後那一次不是夢多 夢多桑就是拿了一整個納豆 然後那個嚼起來 味道真的很臭 然後我就問他說真的納豆就這麼臭嗎 他說其實他覺得在日本吃的比較沒有那麼臭 欸 羹類我真的都沒有很喜歡 麵線羹我很喜歡 但是像是那種 羹湯 羹湯我都不太吃 因為羹湯我也覺得 很 不行 就是加了那種 那叫什麼 在做的時候加那個什麼粉 勾芡的那種 快把粉勾芡 秋葵很健康耶 其實多吃是好的 但我真的盡力了 不要再提這個話題了 你可以跟上我們的話題嗎 但是 我之前有吃過一個很好吃的米粉羹 我就有盡力把它切掉 因為它的勾芡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還加了魚酥 讚 秋葵 秋葵就是 你不要那麼糊的話我可以接受 就不要讓我看起來它很糊 因為秋葵它中間也是黏黏狗狗這樣 欸我也會加醋 我小時候不太會 就我小時候都喜歡吃原味 當長大之後我就很喜歡加黑醋跟 辣粉 喔我也很喜歡吃蛋包飯 可是我跟你們說 我基隆以前小時候 我爸都會去買一家很好吃的蛋包飯 但我長大之後 在台北一直沒有找到蛋包飯 導致我都只能去便利商店買 請問有推薦的蛋包飯嗎 台北 台北新北 欸 真的感覺又下雨了 蛋皮的那一種 嗯就是有蛋皮包覆的那一種 好啊你推薦 嗯開始下了 我又變得開始下了 裡面的飯 還有差喔 那我今天應該不能播很久 可能播到四點半左右 喔 狗狗一致 我知道 我 我上一次吃是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 欸欸 這是什麼 有人一直說什麼東西很像狗狗一致 忘記了 前幾天的話題跟別人講話講到了 他說什麼什麼東西 台灣的什麼東西 想一下狗狗 可能要 過一陣子就要下了 你已經偷太多薪水了呀 不會啊 我們要厚臉皮起來 沒有開玩笑的 請回去上班 我現在失去了我的右手 我上一次吃狗狗一致是吃什麼啊 我覺得蠻好吃的 有花椰菜的 我來找一下他們的菜單 有一個有花椰菜 而且還有分素的跟不是素的 我來找一下 吃什麼 Coco不錯吃 Coco不錯吃 喔 我不喜歡魔法咖哩 因為魔法咖哩那個 咖哩是印度味 印度醬 沒有欸 我好像回來台灣 喔 那個 減減 我也很想吃狗狗一致 Coco一致跟狗狗一致 我都很想吃 欸 說真的 我原本覺得台灣的肉包一定會贏 一定會贏日本 結果說不知 我跟減去大阪的那一趟 真的是 我突然覺得台灣的肉包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呀 可惜是應該你吃不到這個 556是什麼 5566 我們沒有吃到 我們那 我 我跟你的時候我沒有吃到 我那個 我們那一 五天 竭盡所能的在吃肉包 然後之前 麻油 就是麻油之前問我說 去炸板有沒有吃過 狗狗一致 然後我就說 蛤 沒有 那是什麼 他就說 欸 觀光客居然沒有吃過嗎 會弄成花一樣的 軟蛋醬的蛋 是什麼啊 好酷喔 軟蛋醬 五五五五一是魚肉甜點 從台灣過去的 大家可以去問大阪人 或者是撿 你現在去查一下圍基百科 假裝你是大阪人 那是因為你是日本新了 喔 真的 人是日本新 在北伊附近 OK 等我有一天去攻略他 人在日本就是重陽妹外 而且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超級超級冷 真的是冷到絲襪想穿兩雙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還去吃聖黛 因為你們知道日本近年來 很流行聖黛 而且流行到 他們喝酒 喝酒的時候不是都會有下酒菜嗎 然後年輕一輩的人 會把聖黛當下酒菜再吃 我覺得有點失控 但是很紅很紅 對 配聖黛 喝酒配聖黛 然後 真的 我有點不懂 但反正就是日本聖黛超級紅 你們可以去查查看 這樣就要發光 畢竟日本很在意外貌 就是食品的外貌 嗯 有把酒插進聖黛裡面 就是加進去 然後融合在一起 但我這個也是聽我從日本回來的朋友講的 他說很好吃 欸 他有沒有加酒我不知道 他就說 他有沒有加酒 他可能是加酒 不是 他有沒有加在酒裡吃我不知道 但他就說那個聖黛很好吃 可是我覺得酒心巧克力超難吃的 不懂 不懂為什麼婚禮都一定要放那個東西 真的是酒鬼天果 加酒的朋友 剪同學 你什麼時候有空檔 我有薪水了 我就去找你玩 我好想你喔 八九啦 八九不離十啦 我去找你的話 我再帶幾包樂視去找你 喔 抱歉了 我是吃洋芋片要吸手手派 我是會把手手上面的 那個 海苔也吃掉的人 不要髒一點 沒有潔癖 欸 糟糕了 我不知道攝影可以待多久欸 攝影今天可以待多久 啊 我有什麼阿姨沒有帶 反而是帶卡拉姆酒 你有熱愛卡拉姆酒是不是 都用筷子吃 有人就用筷子吃啊 我們之前辦公室還團購那個欸 就是 可以用手指頭當筷子的那個夾子 到下播 真的假的 這麼薪水小偷喔 果然壽星 大壽星就是不一樣 那個我很需要 可是那個我真的不需要 我會好喝怕 我只說我愛想小泡芙 我倒是有點不懂這個 因為我真的沒有很熱愛小泡芙 就是 我覺得 硬要比的話 奶油的味道 牛奶的味道 比巧克力好吃一百倍 可是 就是牛奶又太甜了 導致我吃不完一盒 我們現在正在開視訊會議 各位 待會要報數 可是我覺得小泡芙 我完全不知道 1 2 真的要報數 那你們繼續報數 我來灌掉 喔4了4了 5了5了 科學家5了 6了 7了 Mark是7 K 確定是訊號的簡報 我必須報數 第二次洋芋片的對不起 就是我是家庭號可以一個人吃完的人 對啊家庭號也沒有很多 我不懂很多人什麼洋芋片要放個兩三天才吃完一包 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三 15分鐘內 我剛剛想跟你講30分鐘 但好像也不用30分鐘 謝謝玉 Costco一包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沒有什麼去過Costco 我是不是要去洗個手啊 再怎麼舔也是舔不完 我真的很少去Costco 上一次我們家去Costco的時候應該已經是我 國中吧 國中高中 有沒有高中應該沒有高中應該是國中 好吧 我要去洗手中了 超好吃 雖然沒有到很飽 謝謝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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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好久不見 不見 好久不見 不用擔心 這裡 有很多人 吃到 天宇快救救他 兩隻都是烏薩奇啊 兩隻都是烏薩奇 蛤 快救他 我真的沒有喜歡烏薩奇 我是小陶推 我真的沒有喜歡烏薩奇 他在成長他會直接變海苔耶 他是白的耶 我還是很開心我在泰國有買他 我就洗手了啦 我就喜歡烏薩奇 我也沒有像烏薩奇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昨天原本想發的 但是基於大家都在認真恭喜我八單 所以我覺得發這個好像不太好 然後 好吧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小8.zip 登登 大家覺得怎麼樣 不可愛嗎 超可愛的啊 小8 RAR 對 RAR 小8 這是壓縮檔 而且有壓縮完全喔 這一次有壓縮完全喔 這一次有壓縮完全喔 上一次萌萌咖沒有 喔這個沒有比特幣 這一 這一隻 沒有 回去 欸 回不去 好難受 欸 他再瘦一點你就不會難受了 他確實是好難受 的小8 呵呵 好欸 好我打不開心 APP好 無辜的眼神 我覺得他長得很好笑喔 我只能說就是 大創你賣的蛙包 欸 劉曉晴邀請我聯播欸 我按囉 大家我按下去了 我按下去之後 就是大家如果待會網速有更不上的部分 就大家見諒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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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被壓縮的小8 哈哈 好可愛 小8扁掉了 太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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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大家好 欸 你好啊 我是 崔雅英 你看 你看 我的大肚子 崔雅英 她講得很好 她講得錯 她講得錯 我們高順不一樣 我贏用 哈哈 哈哈 再一次 再一次 你好啊 早上 我是崔雅英 呵呵 剛剛這個人叫 哈哈 崔 崔雅英 阿妮聽另一人講 你說 你搞什麼 你搞什麼啊 你說 你叫他名字 崔雅英 你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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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什麼啊 你講什麼啊 崔雅英 哈哈 崔雅英 你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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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雅英 崔雅英 你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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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燒賣還是吃魚蛋 我 要燒賣一籠 我 要燒賣一籠 哈哈 多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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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靈果教我的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要 我 欸 你燒賣 茶 什麼 你燒賣茶 全部都是那種 茶楼 你要喝什麼 不需要 不需要 有那個 有那個 有微信 你刷我還我刷你 哈哈 哈哈 哪一手我 什麼 我刷你啊 他在這樣說 哈哈 他好會有哪一手我 好多靈果 這超多靈果 好 謝謝太安 謝謝 你在幹嘛 蛤 你在幹嘛 我在看 我在直播啊 OKOK 謝謝你耶 哈哈哈哈 好會有問題喔 我以為你在幹嘛 香港人都這樣嗎 哈哈 你都什麼 搞什麼 搞什麼啊 搞什麼啊 在幹嘛 我怎麼講 做 做什麼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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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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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話怎麼有一種奇怪的槍啊 你看你看 而且剛剛林依還說他講 他覺得他聽他講粵語比 他聽他講台語好 可是我說哪有 都差不多好不好 明明就還好 他有一種外國人槍 很嚴重 他就是外國人 他是外國人啊 你是外國人 那他講日文呢 他講日文有這個問題嗎 你講點什麼 一點點日文 簡單的 你搞妹啊 哈哈哈哈 搞妹啊 搞妹啊 開始啦 開始了 自我介紹 我是伊雲 但我覺得他現在有一種 假裝你其實是個 你非常有自信的 你是個專業的日語使用者 來 再報告 好 自己紹介 お願いします 謝謝 我抽了一張 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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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妹啊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搞妹啊 差點選那個 你搞什麼 你搞什麼 你搞什麼啊? 這是什麼? 你搞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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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上了一個兜林果的課 就被上了一個兜林果的課 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搞什麼啊? 你搞什麼啊? 我為什麼突然就被上了一齣 大概就是 三分鐘的兜林果 刪掉還是逃不掉啊 我叉翅也難飛 走得好突然 兜林消 多而止好 我沒有我沒有 嗆客啊 但是我會啊你看我要 我要 這個很準吧 還有什麼啊? 他有兜林茶 我 有 兜林茶 忘記了 身為大徒弟 大徒弟 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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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兜林果的腔調 很乖 微信 微君貓 你怎麼講? 微信 我守你啊 我守你 微 微信 怎麼講啊? 至少我去香港不會餓死 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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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燒 燒 咦 yeah 董燒 董燒 但我 其實我其他的都忘記了 哈哈 沒有好 不過她一開始都很認真在教林燕源 林燕源的進度比我快好不好 她還會有什麼 她還說什麼 要抱抱 但我忘記怎麼念了 上次的連續飲茶 她已經 飲了好久 我這110天裡面至少30天都在飲茶 沒麻煩我已經把它刪掉了 其實如果不練日文練粵語還蠻好玩的 他前陣子在教我什麼電梯喔 就是我不知道哪裡有電梯什麼的 我真的已經盡力了 然後之前我有跟你們講過嗎 就是我在練習的時候玩Dolingo 董子萱聽到就說誰是誰在玩Dolingo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我們學校之前說就是玩這個會加分 當我玩了一天我就放棄了 我想說這麼認真這麼認真的雪霸 居然居然不願意為了Dolingo努力加分一下 我要把我的壓縮檔小巴塞回去 其實我搞不清楚我吉喀娃應該比較喜歡誰 我就說我沒有喜歡吉喀娃吧 代表他實力夠不用加分 聽到都PTSD真的 就是那個 就是打完體不是會跳聲音嗎 我原本以為你會喜歡小巴 那結果咧 我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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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幫朋友買的 接下來就會送到朋友手裡 不是我 不是我 真的 我吉喀娃喜歡叫菜麵的 我吉喀喜歡叫菜麵的 他是吉喀嗎 我沒有又小 我只有可愛 原本還說我不小 沒有東小桃 真的假的 我覺得萌萌剛很可愛啊 我覺得我羨慕他 我覺得我有朝一日我也想要那樣 就是叫大家一起稱讚我 我很可愛吧 稱讚我 安慰我 摸摸我的頭 就是 我可能那是我心中的嚮往 我要去除草了 你其實很跟得上草了耶 記得兩年前 喔 兩年前我就穿過吉喀娃 兩年 前 吉喀娃 誰 真的假的 兄弟 有吉士 請轉身 沒關係我也gap到吉喀娃的點 我真的沒有喜歡吉喀娃 蛤 我根本說那個喜歡跟不喜歡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 如果是庫洛魔法使呢 就是即使是他在爛的周邊 我都得控制我自己 我才能不買下去 就是我 每一個只要是庫洛魔法使周邊 我都心動到不行 我根本說多心動 之前剪同學 就是樓下那個剪剪 他在日本 然後他是自己在逛街 然後他就看到庫洛魔法使的限定商品區 然後就說 唉唷 這個 這些小廢物 真的是誰要買啊 這樣 然後他拍完之後 我就說 對啊 騙錢的東西 那個髮夾我要一個 然後上面那個吊飾一個 謝謝 對 這這邊好醜喔 這這邊真的好醜喔 真的不願意耶 幫我 幫我那個拿一個好不好 我現在整張給你 再幫我寄回來 騙錢的東西 買 這些都是騙小孩的東西啦 買 真香 不是我跟你們說 以上 真的是屬實好不好 因為髮夾已經在我手上了 買 是真的 這個 欸這個也是Clamp的有沒有 齒巴薩伊 我之前只是跟王一佳還有羅來婷說 去日本 天啊幫我看一下Unicro有沒有嗎 有的話可以幫我買嗎 然後他們就帶了兩件 登登 所以大維是本身自己就喜歡吉卡娃嗎 我還以為是 盧卡的粉絲之類的 因為盧卡熱愛 爆愛吉卡娃 某卡娜 後面是 後面就是他們的合照 這是齒巴薩的所有人 我是真的很愛這一部 某卡娜 想說是這樣好素 沒有啊重點就在這一塊 後面還不錯 對後面是大合照 我真的很喜歡齒巴薩 但是基於齒巴薩太 太複雜了 所以要推坑蠻難的 而且我其實最一開始看的時候是國小 我一直在想我國小怎麼會喜歡這一部 因為 國小怎麼可能看得懂 哇喔 這個什麼幸運時刻 東京站現在 喔我跟你們說因為 東京基本上有很多限定 然後什麼貝雷帽啊 我說吉卡娃的 然後還有什麼池袋 還有來來飯店 所以 如果 人在大阪的話 想要買吉卡娃會比較痛苦一點 呵呵呵 我是不是解說完還是沒搞懂 你說Klamp的 齒巴薩嗎 沒關係啊不重要 也是 也是沒有要逼你們去看 我有看完 但完全不記得在做什麼 呃就是一個公主失去記憶 然後 她的 她的真命天子在努力幫她找回記憶的故事 就是 可以就這樣一下 那這超大的小幫貓是幫同事買的 欸我根本 欸撿撿撿 撿你還在嗎 撿我跟你說台灣買真的我要便宜欸 撿 就是 一直叫你撿好 我好害怕不小心就把你的本名全部講出來怎麼辦 康康康賞 康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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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會不會暫停 日本居然是太貴了 你知道台灣賣1100耶 你只有從日本買回來之後 坐飛機回來 才有可能在1100以下 所以真的可以大致的可以在台灣的店買 但小致的不要好不好 0.4到底是什麼鬼會日 她在這裡馬甲還有嗎 她之前沒有馬甲啊 她之前就金魚啊 1100每個人都買合理 不不不不不 也不要每個人都買錢 不是這樣花的 錢真不要這樣花 謝謝天宇快樂狗狗 快樂狗狗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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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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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可以叫你大橋合理的女朋友 不是啊 你不是說你已經是奧子了嗎 那個 大橋的奧子嗎 不好意思 我沒買 但幾乎每個人都買 彷彿不買很虧 確實不買有在虧 好不然這樣啦 我做台灣代購 我去華山買 然後就是去找 有沒有網路上要的中南部的朋友 然後加個150元 1250大家跟我買 小安公也還想舉小桃扇子 如果他舉我應該會看到 啊一次只限購一隻喔 現在吉利喀娃東京跟日本的店也都是啊 一次只能限購一隻 然後要重複排隊 還得找秘魯麵嚼 還得找秘魯麵嚼 等我一下喔 等我一下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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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什么说说怪 万一有别的成员喜欢小桃怎么办 仿佛要叛乱 不是就有人 谁啊谁会误会你的签名啊 真是的 讲完我好在意哦 我可是很有战有欲的人 真是的 讲完心情都不好了 谢谢菲菲菲菲的行李箱 我现在穿的不是行李箱 我现在穿的是可以送行李箱 跟我一起去的机票 谢谢 不是说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吗 我跟你说我那天在日剪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 太早起来要化妆去考试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就是 我在日剪的过程中就一直不停的在梳掌我的全身 因为很就是 连试跳了好几天很痛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咔咔咔 一直咔咔咔咔 然后就是在 在日听的那个听力的中间空格的部分 然后我就一直咔咔咔咔咔 然后我就觉得其他人一定会觉得我很奇怪 结果只有行李箱的机票我没有 影响作答没有啊 我有在中间没有发出声音的时候 而且真的是咔到很可怕 然后就是后来因为我觉得眼睛闭起来有助于考试 然后你知道就是平常后颈这块很压缩 然后我就整个人这样子的状况下 然后趴在考试卷上面听 因为眼睛闭起来比较 比较可以认真听他们的对话内容嘛 然后我就很担心 我就很担心那个 监考官会觉得我睡着 我想说我真的没有睡着 但是我想说就是抓紧机会 趁现在顺便放松身体 因为我下午还要去跳 然后我下午就是下去屋梅的时候 然后装法老师来问我说 啊你考完试刚好不回家休息 然后我说老师 我还要跳 老师我今天还要来上班的 我没有考完试这么无聊 还来就是还来乌梅探班 老师我我我我还要上去啊 不然我化成这样去去考试干嘛 就是化全装去考试 而且去考N1的人真的很年龄层真的很广耶 做我前面的应该是那种 应该有五六十岁 是五六十岁的爷爷 谁会坏唇中出考试啦 谢谢咖啡刚刚的告白七处 这人好可疑哦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模拟考的市场比较统一 他那个市场很酷耶 他是在就是语言中心那种 然后就是一个人是独立位置 然后就是整个被隔起来 有电脑的那种 就是有点像是公司办公室那样 你考完要跟朋友吃饭 我我考完你哦 好吧 我见朋友的时候都长得鬼模鬼样 竟然考N1 听说N1比N2简单 因为比较多汉字吗 才没有 N2也都是在 N2开始就都是 N3开始就是汉字啦 没有差没有差 N1的难度在于 他会用很多 平常对话也用不到的日文 例如说 他有很多奇怪的撞声词 跟他会用很多口豆花扎 但是我跟你们说 就是读日文系 学校就会逼你背口豆花扎 然后他N1的口豆花扎 也不会难到 让你很想死的那一种 所以可是我觉得他人很好 是他都会解释 他下面都会解释 那个口豆花扎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觉得可恶 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就是口豆花扎 背的比别人多啊 不要解释 有种就不要解释 但是 就是那个 他的词 就是他会用一些很尖色 然后 像是日文汉字跟中文 有些意思不一样的词 他也会考到 然后 跟 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一些 蝶字撞声吧 就是有一些蝶字撞声词 他表达的意思跟 他单一个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N1都会专门考这种东西 所以 我觉得文法上很难 就是 汉字什么的还是基础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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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原本是想说就是我出来之后要硬 硬是努力的记得一些考题 然后记得考题之后要去找我的那个朋友求救 但我只记得了两三题 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我认真的觉得听力 听力的话 其实 那个程度 的速度 我觉得还可以 可是 题目量一多我可能就不行 因为我的专注力会没办法那么集中 我很容易精神换散 像我之前 我前面不是去问那个吗 就是网路 网路的费用 然后我在电信公司就坐着 然后隔壁是 就是隔壁排队的是一个爷爷跟一个奶奶 然后他们讲话很大声 就是年长者 因为听不太到声音会很大 然后导致我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听前面那个科 就是业务跟我讲的内容 然后就一直说 不好意思可以再一次吗 我一直被爷爷抓走 欸这很严重欸 因为我的专注力不集中 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 就是我很痛苦啊 所以我 听力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他讲的很 就是时长很久的话 我也很容易 你就会被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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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生 业务是不是讲太长了 业务的声音不够抓耳 如果业务的声音很好听的话 我就会 我听 我听 欸我真的是很 很认真的声控 就一个人讲话好不好听 会影响我 专不专注听他讲话 真的 旁边有个什么 我就会被抢走那个专注 就是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实际之前 时长 那样子 撑下来我会不会真的会很 很 很枉神 好害怕好害怕我睡着 专注 轻机枪 是什么 爷爷的声音很好听 没有 爷爷的声音太大 爷爷的声音太大了 导致我没有办法无视他的声音 真的 前一晚是不是 是不是不能好好睡觉 呃也没有不行啊 就比赛啊 7月6号 7月6号比赛 7月6号考试 然后考完试之后 我还要去公司一趟 要拍摄东西 哈哈哈 呀 呀 教业务讲大声一点 唉 所以我代代表我那天又要早起了 因为我那天要早起化妆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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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活 很多人一直问我 知道你要毕业了没 我 我 我努力 八单起动 八单 起动 欸 可恶官方不能用这个梗喔 官方 官方 官方完梗最最致命 不小心讲出了什么不能讲的东西吗 没有 身为公司职员去公司不是很正常 还是你觉得有可能是在那天拍MV 怎么可能 你知道我 本人考完日剪之后晚上然后去拍吗 7月6号的票 对啊 7月6号的票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你一定看到学校好好毕业啊 加油 加油 啊 对我来看一下我目前出来的分数 过完吧 我跟我同学讲 就是 我目前的东西 都满 歐帕的这样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成绩全部歐帕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哭 谢啰 谢谢大家的眼泪 谢谢大家的眼泪 高级 同学 同学 不要哭了同学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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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还有席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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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eky 还发红包是吧 验证我是人类 赌本过来就是快乐的事 没有 我不要抢红包 你们等我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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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們剛剛也都在開直播吧 不然怎麼連 沒有啊 剛剛只用一個人的手機連啊 他是說其他人全部都在直播吧 謝謝齊哥籤子 謝謝玉安的兔兔起飛 四個 謝謝玉安的兔子 謝謝玉安的兔子 你們知道日本不是很紅 就是用草 就是kusa是笑嗎 但是中文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這個字很兇 就是我一直以為 這是在罵髒話 直到我朋友發了一個草給我 哦他真的是在罵髒話 塔琴音樂 塔琴音樂 我現在在思考要不要 我現在在思考要不要屬修 因為就是屬修的話會 比較快可以拿到 拿滿畢業學分 可是屬修的話我暑假好像 就變成我等於早上去學校 然後下午去練習 感覺會太累 比較快拿到可以提早畢業嗎 不可能提早畢業 沒有提早畢業一說 因為科系不同 好 要不要跟我們說我在處理什麼事情好了 還是直接講 心情掩飾不了 就我有一課好像沒有過 但是就是上一次再跟你們說 教授一次出了三四個 三四個功課的那一個 然後他給了一個很低的分數 但是因為他已經送出了 所以也來不及問為什麼了 但是就我那天急診的那個時候 但是我的所有報告跟功課內容都有交 而且那天還是拜託同學幫我殺去學校交 可是他有說他收到了 可是他給了一個很真的很低的分數 不過沒辦法拉不及共通喔 因為已經送出去了 筆記也給了 上課筆記也給了 還是要問嗎 怎麼開口 我現在很認真在看我的信箱紀錄 他有寫說他有收到作業 請這樣超過三 他不算出席 他不算出席 他就是全看作業分數才對 應該說送出我就沒辦法改了 應該說送出我就沒辦法改了 對他就是作業分數100% 不知道欸 滿頭問號 差點席的學分就是寫信要回來的 那時候送出就寫 還是要 送出要改可能是另外申請 作業都有交 還是很低是不是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欸 你不過我想總是得問一下 他怎麼開口啊 他怎麼開口好 然後再跟相關辦公室處理 上課的練習其實也有寫 應該說是 但不是 就沒有每一個上課的練習都有寫到 不方便 還會 請坐 請問一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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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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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